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 伺服器建置於管理裡面的 這個伺服器安裝 那我們現在要 試著在網頁伺服器上面 架設這個 OPPRESS跟這個Moodle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 Open Source的 這個軟體怎麼安裝 首先我們來講一下 Wordpress的這個 安裝 那什麼是Wordpress呢 它是一個快速駕站的一個軟體 那它採用的是GPL V2的這個開源協定 所以呢它是不用錢的 那如果說你是要低預算 又有發展性的話 Wordpress是蠻好的一個選擇 那再來就是 Wordpress呢它是以PHP所寫成的 那我們稱這一類的 這種快速駕站 稱之為內容管理系統 內容管理系統 好,所以基本上 不太需要用到這個 寫程式的能力 你只要知道在哪裡做設定 基本上應該很快的 這個站台可以被你架設起來 那當然你懂PHP的話 那你可以把網站的功能更精進 那效果會更好 那再來就是 這邊有這個 網站需要控制 作業系統跟這個儲存資料庫 所以它必須要用到 PHP的這種語法 再來呢內容管理程式 再來呢內容管理系統呢 就是我們知道的這個 部落格的這個系統 好,那部落格呢 裡面大概各位就會有印象 是以這個PO文 貼文來這個 方式呢管理網站 Wordpress呢也是CMS裡面的其中一支 因為有很多人開始寫 Wordpress呢它就 有比較高的擴充性 所以在一些這個 標準底下 就有很多人 投入這方面的這個開發 所以它有很多套件呢是可以賣錢的 是你需要花錢去買的 好,那有付費的 Wordpress呢是其中的一個選項 當然 你也可以選擇不付費 那不付費的話 當然可以想像是功能比較少 那需要自己動手的地方就會相對比較多 好,那大多數的 這個功能呢都可以免費下載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有講到 為什麼它是一個比較低成本的 開發 站台的一個工具 好,那如果說 這邊有幾個例子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跟客戶有良好的溝通呢 他比如說要有站內聯絡表 那你可以用 這個contact7 這個套件 裝在這個Wordpress裡面 等一下我們在這個 安裝之後呢 可以讓各位看一下 怎麼樣去安裝 再來呢,如果說你想要這個 串接金流物流的話 或者有購物車 也就是說你要幫某一個人 建立一個電子商場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 WooCommerce 這個WooCommerce這個外掛呢 它可以幫得上忙 那它可以幫你做 這個產品上架 還有這個特惠 特惠啊 或者是金流物流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架 好,那 這個SEO呢就是 搜尋引擎的最佳化 那它有一些外掛呢 就可以幫你處理這些事情 比如說這個 YOAST這個外掛呢 它可以幫你做這件事 好,那再來WooCommerce呢 有完整的外掛機制啦 不管有 是不是需要花錢去買的 它都有 這個很方便的介面呢 可以 讓你去 安裝 而且安裝完之後呢 怎麼去管理呢 也是蠻方便的 好,所以呢 如果說你不會寫程式 那WooCommerce呢 這個是你最好的選擇 假設你要駕站 又不會寫程式 可以選擇 再來呢 裝外掛的時候呢 因為它這個 用的站台是非常多 在世界上 很多人使用Wordpress來駕站 所以有很多論壇呢 在討論它的一些 特點跟衝突 所以 你要安裝一些外掛之前呢 不妨先上網去比對一下 它有沒有跟哪一些外掛呢 是有衝突的 那盡量避免在你的系統裡面 裝到會 互相衝突的這個外掛 這樣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好 那新手駕站的時候呢 不要害怕外掛的衝突 因為基本上 你一開始在玩 衝突就是重灌而已 那如果你 不願意重灌 那你也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之中 逐漸的更精進去了解到 架站 要注意到的地方 那我們下載的這個Wordpress呢 是Wordpress.org 不是Wordpress.com 這是不一樣的站台 好 那Wordpress的樣式外掛 大部分是不用錢 那當然也有很多 開發者呢 把它做得很細緻 功能很強大 拿來賣錢也是有 所以如果當你熟悉之後 想要自己 朝這方向去做也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站台上 我們要怎麼去安裝 首先呢 我們登入 伺服器 我現在是登入Local端的這個伺服器 那登進來之後 我們先做什麼 先檢查 有沒有需要更新的套件 好 那檢查完之後呢 套用 我們就可以做接下來的動作 那套用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做接下來的動作 好 首先第一步呢 是我們需要要去下載 那下載的站呢 我們各位可以去 用Google去搜尋 這個Wordpress.org這個站 然後它底下呢 這邊有個下載 最新版本 那你可以 對 download這個tar.gz 那你就按這邊 然後複製 Copy link address 好 那再來呢 你要切換到哪裡 cd vr www html 底下 對 好 那 你看一下html的擁有者是誰 html擁有者是你 所以呢 你在裡面可以直接打wget 然後呢 把剛剛的網址呢 貼上去 enter 好 那它就開始下載了 下載完之後做什麼事情呢 下載完之後就把它解壓縮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就是我們剛剛下載的這個 好 那這個index.html 我們就把它刪掉 好然後呢我們把它解壓縮 所以 tar-zxvf 然後呢 lattest 點gz 好 那它要解開了 好那這個壓縮檔呢 我們可以 把它移除掉 所以rm 然後呢 lattest 有沒有 就把它刪掉 但是我們多了一個wordpress的這個 路徑 這個目錄 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用 這個 這個securelinux的方式呢 去加強它的這個安全性 所以 我們就 用sudo chon 我們先把擁有者 跟這個權限呢 先修改 修改完之後 會有個securelinux的設定 好 所以chon -rf apache 然後 wordpress 這樣 好 可以看喔 它的擁有者從 原本是我的帳號 變成是 apache 然後底下呢也是 ok 再下一個呢 就是 改變它的模式 它的mode 存取權限 改善成什麼 775 那這個就7是代表 這個什麼owner 全開對不對 可讀可寫可執行 第二個呢 是 這個 group的部分 也是可讀可執行 也可以寫啦 然後呢 -rf 就是針對這底下所有的權限呢 都去做這樣的修改 好 那改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用這個securelinux的部分 好 我們用securelinux的management 然後呢 用fc content 我們去 這個修正 這個剛剛下載進來的wordpress的securelinux設定 用這樣的方式 讓它可以 用httpd呢 去讀寫內容 那增加它的安全性 所以只有APA7呢 可以去對它做存取跟修改的動作 好了 設定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把它的安全本輪呢 也是重新設定一下 把它restore 它的這個 安全本輪 好 那套用完了之後呢 接下來的動作呢 我們剛剛掃了一個 動作 就是我們要先去建這個 這個資料庫的部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建資料庫的時候 剛剛我們看的這個IP是 是192.168.211 192.168.211 好 然後斜線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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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登錄一下 這個 還是登錄一下 好 然後我們 PHP買的 命的部分呢 我們登錄root 好登錄之後呢 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建一個帳號 給這個Wordplay使用 而且要建一個資料庫 給Wordplay使用 所以呢 我們就選這邊 User Account 這邊 User Account 點下去之後呢 我這邊有一個New 去Add一個 使用者的帳號 我就點它 那這是使用者的帳號 所以你就可以打 Word Wordplay 開始 好 那hostname這個就不要動 Password的部分 你自己去設定一個 好 好 等一下會有這個 好 好 設定完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 這邊 特別要注意喔 這兩個要打勾 Database For User Account 就是你要建立一個資料庫 然後它的名字 跟你剛剛的帳號 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給它 針對那個資料庫的 存取權限 管理權限 好 然後呢 要套用它的這個 呃 帳號的這個權限 底下這個呢 千萬不要去勾 因為你現在是用root登錄 你把這些勾起來 這個人就等於 他有這個超級使用者的權限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不要去動它 所以我們就 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呢 給帳號 然後密碼 再來呢 這兩個打勾 接下來就按勾 好 那資料庫也有了 這邊你看success 代表它已經寫進去了 怎麼測試呢 你就把它登出 好 然後用剛剛的帳號 Word D P-E-R-E-S-S 好 然後密碼 它可以登錄代表是成功了 那你看這裡 它的帳號底下有個資料庫也叫Wordpress 好 那到這邊OK呢 接下來呢 我們做什麼事情 剛剛我們從這個 這個 comment 9這邊已經看到了 我們已經把它解開 齁 然後呢 各位已經看到有一個 Wordpress的這個目錄 好那接下來怎麼做呢 很簡單齁 你就是在這邊 剛剛這個IP呢 我們用call的比較快 好然後貼上去 接下來打Wordpress 這樣 它就會出現呢 設定的介面 這就是設定的介面 好 OK 然後 Let's go 開始 所以這邊呢 你就可以選擇 你的database名字是什麼 然後使用者 我們剛剛今天的帳號是 這樣子 然後密碼的部分呢 就打在這邊 這樣子 然後呢 這是localhost submit OK 然後呢 這邊它有個按鈕就是說 OK 接下來你按這個run installation 它就開始安裝了 那這是站台的名字 你要給它叫什麼名字 比如說 嗯 好 鋪血草堂 假設它是站台這樣 叫這個 然後使用者呢 比如說我建立一個帳號 好然後這個密碼的部分呢 就自己設定一下 我們自己設定密碼 好 然後呢 email的部分好 設定一下 OK 然後呢 install 安裝 然後它就會跑一下子 跑一下子 然後呢 OK了 OK 就之後login 好 這是後台的登錄 那後台登錄 你這邊就是剛剛的 帳號跟 好 然後登錄之後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有這樣的一個介面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Wordpress已經架好了 好了 架好之後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左邊的這個面板有哪一些 這個是 更新 它會檢查你有更新 它會自動幫你 提出來說有需要更新 然後這是貼文的部分 你要PO文在這邊可以建立新的文章 好那這邊有告訴你有哪幾種格式 它有教你 你要怎麼去放 這放文字 上面有這個東西 再來呢 這是一個章節 好那這邊是一個導覽 看完之後呢就可以加title 然後做修改 這是要PO文的部分 好 那 再來就是媒體啦 你要上傳哪一些 比如說有影片啊照片啊 要放上來可以從這邊 那你也可以新建 新增頁面 新增頁面在這邊 然後針對一些留言呢 你也可以選擇 把它這個 只要有人PO留言 都會先放在你的審查區 等你審查通過它才會出現給其他人用 所以它也有一個機制是可以去防止機器人 這個 塞爆你的伺服器 就是亂貼文的部分 好那這個appearance的部分呢 是可以選風格啦 看你要用哪一個style 的這個布景呢 去當這個畫面 所以比如說我選這個 我active它 把它啟動起來 那你可以去試看看 看它的樣子是不是你要的 這就是你可以預覽 它的樣子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你覺得它的 你不是很喜歡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去新增 add 然後呢你可以這個 你也可以在網路上找啦 網路上找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這個 這個 用這個wordpress steam free download 好那就有一些 那個布景主題呢 你可以去找找看 看哪一個你比較guy的 這demo 這是一個廣告啦 你看底下wordpress 這個是布景 你就可以選 你比較guy哪一個 那選好之後呢 你就把它下載 比如說這個我們把它download下來 好 download完之後呢 你就在你的站台上 你就去用這個什麼 upload 然後選擇檔案 選擇檔案 我們就去找剛剛下載的這個 檔案齁 有沒有 這個 點它之後open 然後install now 然後它就開始unpacking install the theme the theme install success 好 所以你就回到這個theme這邊 你就會出現剛剛的那一個 好 那你就可以把它active起來 好 那你把它active起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是預設子 這時候呢 你可以再去看一下 剛剛的安裝是不是成功 好 這是它的安裝之後的樣子 這樣OK嗎 所以這是風格設定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呢 底下還有一些這個是plug in 那你可以去選擇你要安裝什麼樣的plug in 好 可能有一些設定有錯 等一下我們再看看是哪裡的問題 config檔裡面設定有些問題 好那user這邊 有哪些使用者你可以加入 讓他可以管理你的站台 然後後面底下這個有設定 你要改名字可以在這邊改 然後這是一個說明 好 然後底下呢 這就是時間的這個表格 OK 然後假設有改的話 就self change這樣子 好那基本上就是 基本的樣子在這邊 好那各位比較常用的 應該會是在po文這邊 好那我們在這個 wordpress的部分呢 這是它 run起來之後的樣子 頁面的樣子 那你要登入後台的話 就是底下 這個login的地方 點一下 然後這邊呢是 帳號密碼 好那登入之後呢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的這個設定對不對 好 我們在這個wordpress裡面 它有蠻不錯的功能 包括setting 然後還有preference的部分 好那我們遇到一個麻煩 就是 我今天這個頁面是英文的介面 我想要把它改成中文怎麼辦 那 在setting裡面本來就有一個設定 一定是屬於這個語言設定 可是我們現在看不到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是 我們在這個 新增 我們在布景主題的時候 這道理講這個add new的話 它會產生一些 新的這個 可以選擇的項目是免費的 可是這邊呢就會看不到 所以一定是哪裡出了點問題 那上網科普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其實找不到答案 那到最後 發現一個解決之道呢 是因為我們的 那個securelinux的部分 好那 在securelinux的設定 它有三種 一個是取消 然後另外一個是enable 然後再來就是有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有三個這個 設定 好那這個 這張圖呢 它的作用是在告訴你說 在彼此之間 它的一個關係性 它的這個 如果是網頁的話 我們必須用httpd.system 然後呢 contentt的這個文本模式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 幾種設定 好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有一個是inforcing 就是強制一定要用 但是呢 這個強制一定用的部分呢 就是它的限制非常多 好那 要 達到它的要求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 那另外一個呢 是把它disable掉 好那disable掉呢 也會 造成我們系統的安全性喪失 就是它的 安全性呢 會比較不好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說 Centos 它是 在企業裡面用它的 穩定性是比較高的 好那我們為了要 不要說 這個完全沒有 Secure Linux 但是也不希望它的限制這麼多 所以 我們要把模式呢 改成這個 permissive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模式呢 是介於 這個 非常 嚴格 跟 放棄 SE Linux Secure Linux 這兩者之間的一個 比較 折衷的一個做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去改它 我們先登入 好 然後呢我們到 ETC ETC 底下的 Secure Linux 好那這邊有一個config檔 所以 可以 嗯 好這個config檔進來喔 你可以看到它的 Secure Linux這邊呢 是屬於什麼 Infosing 好那我們把它的 模式呢 改成這個 第二個它這邊有說明 Infosing的部分呢 是Policy是 強制所有的都要套用 好 Premissive的部分呢 它是會提出一些警示訊息 然後讓你知道這個 呃 有些地方要加強設定喔 不然會有一些 安全上的疑慮 那用這種方式來取代強制 不讓你用的這個 情況 那Disable就是取消 所以我們今天呢 在解決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 Wordpress的問題上 應該是要這樣子做齁 好原本這一行 我們先把它留著啦 那新的這個 子呢 我們把它改成什麼 Premi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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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好 那存檔之後呢 好那 改完這個 Secure Linux的config檔之後呢 要做一個動作就是 Reboot 好那我們把這個虛擬機呢 重新啟動 因為我們要套用新的這個 Secure Linux的設定 讓它重開機一下 好那我們重新登入系統之後呢 來 測試一下 剛剛的網頁 Wordpress 有沒有看到 好 Wordpress這邊呢 那你就會發現它的這個 可以套用的這個 布景主題變多了 然後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我們提到的 這個 我的畫面呢 我希望界面是用中文界面 所以用setting這邊 那你就會發現 語言的功能就被啟用了 所以這邊呢 你就可以去選 比如說我要的是 正體中文 正體中文 然後呢 Save Change 好 那這樣子套用完之後呢 你就界面會變中文的 然後 然後 各位呢可以上網去查一些 比如說 嗯 Plugi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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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看看 可以去看看 在這些Plugin裡面 哪一些是你 適合你用的 好 或者是你 你覺得用看英文有點累 你可以選擇 好 好 推薦 然後你打推薦 好 Wordpress的這個 FreePlugin的部分 你可以去看看 你有哪一些 好 那因為用 這個 Wordpress 價賬的人非常多 這是英文版的 那他有很多套件 你可以去看 然後呢 這邊呢 有一些介紹 那這邊是2020年的 最新版的推薦 你可以去看看一下 這裡面介紹的一些軟體 他跟你 說明的一些 外掛 比如說像這個是區塊編輯的 然後呢 還有其他的 頁面排版的功能 那 還有一些是站台管理的強化 安全性的設定都有 那像 這個我曾經安裝過一個 Wordpress 他就是有這個 提醒 比如說有人在做 這個 Wordpress的攻擊的話 那怎麼樣去避免 所以這邊呢 有一些 套件呢 各位可以來看看 甚至有一些是要備份的部分 那以上呢 是提供給各位參考 怎麼樣去修復 這個 比如說 我們講的這個語系的問題 語言介面 還有你在外觀布景主題的部分 怎麼樣讓他可以去 自動的去取得 這個 網易路上的一些資源 讓你可以更方便的安裝 更管理你的這個 Wordpress的後台 那套用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應該是已經套用新的 起用 我們剛剛應該換一個 我們來起用一個 比如說這個好了 我們安裝它 好安裝好了 然後我們就起用 起用之後呢 他就會把它套用上去了 所以套用完之後的樣子呢 會像這樣子 OK 所以其實是蠻方便的 那有些圖呢 你在編輯的時候 再去修改它 這是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 價賞軟體 提供給各位參考